今天是2024年6月27号星期四 现在已经是卡卡里时间下午一点多了 我们现在从深刻能源中心大楼出来 准备前往中国城加拿汤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西南第五大道 Five Avenue South-West 和西南一街One Street South-West的交叉路 我们现在沿一街One Street South-West向北穿过第五大道 Five Avenue South-West 继续向北走 刚好在两幢大楼的空中走廊下通过 右边这幢大楼标有TC Energy 是加拿大TC能源公司所在大楼 TC能源公司TC Energy Corporation 是一家北美主要的能源公司 E512节天然气水油和电力行业 我们现在已经向北走到了第四大道 Five Avenue South-West 继续向北走穿过第四大道Five Avenue South-West 回到第四大道Five Avenue 现在到了第三大道 3 Avenue South-West和一街 One Street South-West的交叉路克 我们先向西走到一街 One Street South-West的另一侧 东侧 然后继续向北穿过第三大道 3 Avenue South-West 它这个夏天根本没有夏天的感觉 冷酥酥的 风道是挺凉爽的 夏天就确实不热 你太热的地方过来 你觉得还是OK的 对啊 对啊 它也可以冷的话 它没那么热 对吧 没那么热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中国文化元素了 像这个中文名字 代表中华文化的图案等等 这说明我们已经到达了中国城China Town的西侧 这是一家粤菜中餐馆 店名为月蛇月美海鲜酒家China Cultural Center Kushin 这是卡城中华文化中心 我们在地图上研究了一下卡卡里中国城的范围 了解到中国城位于第四大道4 Avenue South-West 以北、冰河大道、Riverfront Avenue以南 西南一街、One Street South-West以东 和东南一街、One Street South-East以西 长方形的区域内 其核心地带应该在中央街或称中兴街 Santa Street的附近 我们现在就四处逛逛吧 补室 天保入 补室 外边时 越许向北走,很快来到了河滨大道,Riverfront Avenue 站在瑟斯路口,看向河滨大道的东北侧 有两头瑟斯寺镇守的一个公园出现在我们面前 那我们就过去穿观游览一下吧 来到这两个瑟斯寺庚前,上面刻有盖公园的名称,散乐公园,Sylen Lock Park 这里有个纪念碑,明可牌匾 标题是,加国,华裔史自庆,A Celebr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这个闽刻牌匾是今年2020年6月14号才正式节目的 阿奖说了,最初华裔移民一开始从事海员,造船和木匠工作 后来开始做矿工,修建道路和铁路的工作 再后来也参与木龙,采矿,伐木,各种服务行业 博步和加拿大社会融为一体 纪念碑敏克牌匾是一代代华裔移民坚韧不拔精神的见证 我们在赛勒公园,Sylen Lock Park 里面逛一下吧 这里又有一个纪念碑敏克牌匾,其可写的内容有 赛勒是Sylen Lock Society of Kagari的组织性质和工作成果 现在这赛勒公园Sylen Lock Park 里逛一下吧 上了公园,Sylen Lock Park 北靠公河,也称豹河,Bow River 公园内的绿树,草坪,地砖小路,休息长椅,纪念碑 都配合得非常舒适自然,让人流连往返 我们沿公园靠公河,Bow River的南岸小路向东走 我们沿公园靠公河,Bow River的南岸小路向东走 左前方有一座共河,Bow River大桥 中央街大桥,Santa Street Bridge 我们先到桥上看一下吧 期间大桥,中央街大桥,中央街大桥 一座共河,über南岸小路向东走 适合河,Bow River,Santa Street coverage 我们先到桥上看 Deo,Bow River 楼,Pow River大桥 现在我们已经站在大桥南边的桥头堡上了 回头朝北看看大桥南桥头堡和后面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桥面 不得不赞叹人类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 因为行程紧张 我们就不去大桥上面走一走了 我们现在移开大桥 沿中央街Santa Street朝南走 右侧一座红砖楼上有中文字 卡城滑步新中心 Kagari Chinatown Sinners Center 继续往南走 大街的右侧出现了很多代表中国文化的红灯笼 在右侧的不远处还有壁画 现在我们到了二号大道 二号大道 这里应该是中国城的核心区域了 中央街Santa Street South的东侧 华侨音乐社卡城越南华语联谊会的两块牌匾 清晰可见 我们先去中央街Santa Street South 以东的唐人街区逛逛 我们现在走到了中央街Santa Street South的东侧了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好多华人商铺 我们现在沿岸二号大道 Tool Avenue South 预许朝东走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好多华人商铺 比如华昌店业 Pacific Electric Household Ware Sales and Service Inc. 金乐大饼家 Golden Happiness Bakery Ltd 好运大酒家Horn One Restaurant 这个桃園茶餐丁Kagari Court Restaurant 看上去不错 这个是郑交章餐馆 Great Taste Chinese Restaurant 看上去也很不错 我们突然发现 我们行走的这条东南欧豪大道 Tool Avenue South East 马上就要与河滨大道 Liverfront Avenue South East 河滨了 右侧有个华人五行的教会 Chain East Pentecostal Church 继续朝东走 我们看到了一个华人商场 东方商场 Far East Shopping Center 我们先继续往前走 先在商场周围看看 等会再去穿过东方商场 Far East Shopping Center 左前方树了一块地图牌子 标出了滑步 中国城墙那趟的分布范围 前面这条马路 是东南一街 One Street South East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我说都过去就是一样的 都过去还是滑溜的 就结束了 这边就结束了 这都过去 然后到那边去 行了 右转弯 沿东南一街 往Street South East 往南走 右前方有个越南米粉店 Full City Full City 上面有个卡针福建同乡会 Full City 上面有个卡针福建同乡会 是Association of Car Gallery 前面这条街 是东南三号大道 Street Avenue South East 前面这条街 我们右转 进入这条街 然后沿东南三号大道 Street Avenue South East 向西走 很快来到了东方商场 Full East Shopping Center 位于东南三号大道 Street Avenue South East 的正门 我们进商场转了一下 规模很小 很快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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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用这个也有它的缺点 就是搞不清楚是开的 离开商场后 我们沿东南三号大道 Street Avenue South East 继续朝西走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卡城江浙上海联谊会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卡城江浙上海联谊会 这个银龙酒楼 Silve Dragon Restaurant 看上去规模蛮大的 啊 国民党 对 卡记理分部 发现一个我们爱喝的酷酷奶茶店 前面就是中央街 Street 中不成就逛到这里 马上去著名的核心购物中心 The Call 欢迎到时收看 下个影片 卡嘎之旅士 核心购物中心 The Call 谢谢观看 下个影片再见